喂喂喂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拧花惹笑 拨抗抗 后期 千雪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哦 第248集 马儿一路驰骋 很快 雪山山脉隐隐入了眼帘 将马儿拴在某棵树上 凤九儿摸了摸马儿的棕毛 这里到处都是绿草 你慢慢吃 我可能大半日才会下来 快快等我哦 之后 深吸一口气 一提足 转瞬间便略出了数丈的距离 嗯 第一步就是三丈有余 还算有点进步 不枉最近多日的苦练 不过 人家九皇叔随便一迈步 就是十丈的距离 想要追上他 恐怕还有很遥远的路要走 凤九儿行走在树枝上 迎着清风 唇角忍不住放开一抹浅笑 这么快 就想着要追上九皇叔 凤九儿啊凤九儿 你果然心大了 呵呵 雪山离他下马的地方有点距离 但对于现在的凤九儿来说 不过是一炷香的时间 已经赶到了雪山的山脚 再往上 到达半山腰之前 也是轻而易举的路程 只是在半山腰到山顶这段路 就开始困难了 他还是找回那条温度线 两边的气温不一样 中间的界线连积雪都没有 走起来特别顺畅 只是这一次 走在界线上 凤九儿却皱紧了眉 一丝不好地预感顿起 这里除了他 竟然还有人走过 足迹错乱 看起来竟像是有数十人这么多 数十人上山 想要做什么 雪姑现在如何了 凤九儿一口气爬到了山顶 这条分界线是有限的 还没有到顶峰之前 就已经消失了 九儿将早都准备好的兽皮穿上 这才跟着那些凌乱的足迹迈入了风雪中 但足迹在界线外是很明显的 可是进了山顶范围之后 因为风雪太大 很快就消失无踪 他只能凭着记忆 小心翼翼地探路 打算先找到雪姑再说 雪姑所住的小木屋 如今是一塌糊涂 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 床入被子 竟然都被力气割得破败不堪 很明显 上山的那几十个人 曾经拿着锋利的刀剑在这里搜寻过 只是并没有留下打斗的痕迹 该死 那条分界线 不知道是如何被找到的 若是没有那片区域 一般人根本上不来 可找到那分界线之后 上来成了最简单不过的事情 雪姑这平静的生活 也彻底被打破了 这里既然没有打斗的痕迹 那就说明他们根本没有找到雪姑 至少在这里没找到 山顶上一点动静都没有 难道那些人已经下山了 可既然知道这里有人居住 恐怕这些人以后还会时不时地上来寻找 雪姑去了哪里了 那两只雪莲兽呢 凤九儿只能冒着风雪 继续在山顶上小心翼翼地寻找 可是找了半天 还是不能找到雪姑的踪影 寒风暴雪 四股地冰冷 它纵然有护体刚气 也不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一直待下去 找了一圈 还是找不到雪姑之后 九儿回到了那条分界线 无奈下了山 雪姑到底去了哪里 那些上山的究竟是什么人 他们找到雪姑了吗 山脚之下 生人的气息渐渐浓郁了起来 凤九儿放慢脚步 终于在听到有人说话的时候 脚步一收 迅速躲在了草丛之中 大人 已经找了好几遍了 还是没找到人 传说中的雪莲树也没找到 有人在向什么人禀报 凤九儿轻轻地将草丛剥开 往外头望去 果然看到了一匹人马 驻守在远处 大内侍卫 这座荒废了这么久的雪山 怎么会引起大内侍卫的关注 他们到底奉谁之命 周围还是不少的侍卫在搜寻 九儿没敢贸然过去 自然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后来那些人走了 凤九儿依旧在原地没动 再后来 果然还有一批殿后的人 在一炷香之后 从隐秘的草丛出来 跟上了前一批人 这些人终于是彻底走没了 九儿从草丛走出 带他们走远 才悄悄地尾随跟过去 马儿还在原地吃草 看到九儿回来 立即表现出十分兴奋的模样 七皇子给的战马 无名无姓 却绝对是良居 以后你就叫追魂 九儿一跃上马 摸了摸他的鬃毛 今天 先试试你到底有没有资格 叫这个名字 驾 他一路跟着侍卫们 来到皇宫后门 他们竟然从皇宫后门进去 看样子 这批侍卫出来 也不像是正经执行任务的样子 在后宫还能够调动侍卫的人 一个巴掌都数得过来 不是南门戎 就是战玉衡 但不管是谁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派出大量的侍卫去雪山找人 是谁走漏了风声 知道雪姑住在雪山上 皇宫进院 高墙如入云端 凤九儿没有闯进去继续跟踪的心思 摸了摸马儿的鬃毛 对追魂还算满意 好久没回家了 我们回家吧 他找不到雪姑 侍卫们也没有找到 雪姑一定是藏了起来 这件事情不能急于一时 回去再慢慢地想法子 凤府一如过去 表面上看着似乎没什么改变 但九儿总觉得这次回来 气氛不太对劲 但他没在意 刚回来 立即赶去主屋找老太爷 九儿回来了 凤老爷子凤震海就在偏厅里喝茶 此时离晚膳还有一些时间 幼人们都在忙着准备膳食 老爷子一个人在偏厅里待着 连老管家都不在 这里倒是显得有些孤寂了 他儿孙众多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习惯了太严厉 大家对这位爷爷都是敬多于爱 定点定时地给请安 一个个都抢着来 但其他时候 却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爷爷 你自己和自己下棋 一看这棋盘 凤九儿便一阵心酸 为何不叫别人 凤震海看了他一眼 眼见这个孙女 确实和过去不太一样了 反倒是像极了他小时候的模样 他心里浅叹 却又有几分无可奈何 九儿 你过来 陪爷爷坐会儿 好 凤九儿没有半点推却 直接坐在他的对面 将棋盘收了起来 心里藏了许多事情 很多问题想问 很多事情想要追查 只是不知如何开口 爷爷 有没有可能知道 他外公和舅舅现在在哪里呢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